夏天喝热水 24节气当中的夏至 落在6月21号这一天 除了是北半球日照时间最长的一天 也正好是这周最热的一天 华丽慈激医院中医部就分享了 消暑养生的三招 比起喝冰水 喝热水竟然可以带走人体更多热量 感觉更消暑 今年的夏至 落在6月21日周三这天 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 这天太阳将会直到北回归线 也是北半球日照时间最长 凑巧也是这周最热的一天 华丽慈激医院中医部 就要分享民众消暑养生三招 好更有活力的迎接高温炎热的端午年假 夏至并不是最热的时候 虽然它是日照时间最长的一天 但是太阳的能量还是持续在累积 到最热的时候会是大暑或是小暑 研究有发现 其实喝热水跟喝冰水 会影响到局部排汗的速率 也就是说其实 比起喝冰水 喝热水呢 可以透过提高局部的排汗速率 带走更多的热量 反而可以让身体觉得更消暑 晚睡早起 这样岂不是压缩了睡眠时间 那我们要如何维持一整天的精神呢 那就建议大家在中午的时候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也避开太阳光最炙烈的时候 那关于午休时间长短 其实科学上面有个明确的建议 有些人说要少于15分钟 有些人说一定要睡一个小时 那我觉得一个大原则就是 大家心里睡得舒服 觉得有休息到又不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时间就可以了 天气热的时候也要多多运动 在热的时候运动啊 不只有运动的好处 也可以提高我们人体对于热的适应能力哦 就算天气很热 还是要用稍微温热一点的水洗澡 因为中医理论会觉得 夏天毛细空处在一个比较打开的状态 这个时候如果吹到风 或是淋到很冰的水 就会容易受风或受邪 酸梅汤有酸酸的 那对于中医来讲 酸就可以有收敛的效果 它可以收敛我们过多的汗水 然后也可以收敛我们过多耗散的气 也就是可以让我们心神不要那么浮躁 然后也让我们比较不会那么疲累 手的这个手肘的骨头啊 再往内一点点会摸到一个硬硬的地方 这是我们的宫骨外上科 那宫骨外上科跟 这个肘横纹的连线的终点 就是我们的驱慈穴 大概在这个位置 压下去会有点酸酸的 然后第二个穴道是河谷穴 河谷穴大概在我们的虎口这边 那这两个穴道呢 都是处在我们的大肠经 对于中医来说 它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然后帮助我们肠胃系统更加健康 排便更加顺畅 然后也可以提倡我们整体的精神洋气 让大家更有精神 华林磁院中医部医师陈冠珍表示 比起狂喝冰水不如喝温热的水 皆可也散热 饮食建议可吃绿豆艺人 红豆、红凤菜、胡萝卜还有酸梅汤 另外补充午休时间 在晚睡着起多运动 接着就是两个穴位按摩 借此让身体面对灶热的夏至 也能清凉消暑尽心度过 接着蒋包彦华林士报导